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脏人情段》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庄玛 本期的新闻要点有 达雷喇嘛尊者朝拜拉达克列臣的绝康佛殿 多杰扎西的姐姐工普吉在最新视频中 强调将继续努力争取获释 首届国际西藏青年论坛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 多杰扎西和工普吉荣获 丹增德烈忍波切勇气讲 美国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 外交部长诺曾捉马圆满结束对日本的访问 藏汉研讨会讨论达拉喇嘛尊者的精神遗产 和西藏的未来 西亚图藏人志愿游说小组成员 会见美国议员施瑞尔 驻布鲁塞尔代表人增屈真更康 出席比利时周末藏鱼学校的下令迎开幕式 藏人行卷中央为德里和库努玛纳利 遭受洪灾的藏人提供救济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拉喇嘛尊者 与上周五7月14号上午 在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广场朝拜了当地的绝康佛殿 受到拉达克各界民众的隆重迎接 尊者在朝拜绝康佛殿后 向与会的拉达克三所民众发表讲话时指出 在启程返回列城广场朝拜绝康佛殿 在启程近郊的齐功之前 尊者会见了一批来自列城 曾经居住在拉萨的藏人穆斯林 并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与此同时尊者还于本周三7月19号上午 通过官网发表声明 向所有为尊者88岁华旦 致以祝福的全球各国的领导人 深属信众及支持西藏人士表达感谢 另外根据来自西藏的最新消息 在上周四7月13号 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 在2010年6月遭中国政府 以莫须有的贷款欺诈罪 而判处无期徒刑的 西藏知名企业家多杰扎西的姐姐 贡布吉 对其弟弟多杰扎西的健康状况表达担忧 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探监 贡布吉在视频中指出 当局禁止他给多杰扎西写信 甚至探监也被取消了 当他敦促中国官员根据宪法处理他的请求时 中国官员却说 如果他一再坚持 就会切断他的通讯 或将他关进监狱 在过去三年里 拉萨市公安局相关官员 一直在拒绝贡布吉探亲其狱中的弟弟 经公布吉多方呼吁 中国政府于2021年允许他与多杰扎西 进行一次视频通话 但在接下来的数年里 当局禁止他与狱中的多杰扎西有任何联系 此外 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主办的 首届国际西藏青年论坛 于本周二7月18号 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幕 来自美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和印度等 16个国家的近百名 具有不同教育和专业背景的藏人青年 参加了此次为期三天的会议 正在印度拉达克列城进行访问的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喇尊哲 于当天通过录制视频 向参加国际西藏青年论坛的 各国藏人青年发表讲话 尊哲表示 我希望请你 出发了这些努力的 和沙子的勇者 和沙子的勇者 在这些人里面 通过录制的 都是 越南越西文、越南越西锦维,越南越西北越南越南越西南越西越南越西湾 只能踏造成財運的 在这些地方变成了事就在这一半 从到地上才算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地方,我们都可以勸扩 去用这些地方 怎样看,我会帮你 在这一半的地方,我们会脱了 利用力的力量 但是我们会多出口 然后我会再大的加上 他们在家里 租了个人员 把人家进入 社稻网上 然后 他们同样的科学域 也不得 有 podob的 他说了 做了一些高科技的教授 然后 他们做了心中的数据 手 我们从中心不动 还没有必须 私政编码次人在开幕式上致辞时 对通过此次论坛加强推动西藏自由运动表示高兴 他进一步指出 西藏自由运动的重任已经落在年轻一代藏人的尖头上 因此他希望论坛能够为他们提供交流和了解西藏自由运动的机会 并呼吁与会的藏人青年铭记自己的民族身份 学习西藏的历史和文化 积极参与到流亡藏人的教育、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 并推动西藏议题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曾庄马也在论坛的并幕式上致辞 感谢来自世界各国的藏人青年参加本届论坛 并希望他们在回到各自国家后 积极运用在论坛上学习到的知识 加强推动西藏的自由运动 打来两毛尊者前特使格桑兼参 西藏图书与文献档案馆馆长格希拉多 国际知名法学家迈克尔范·普拉赫 萨日高等藏语学院的教授藏楚多 西藏前政治犯平措尼珍和前选举委员会主席 扎西·平措等多名嘉宾受邀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 另外西藏康区已故高森丹增德烈忍波切逝世八周年之际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等多个西藏非政府团体 于上周三7月1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向遭中国政府判处无期徒刑的西藏知名企业家 多杰扎西和他的姐姐公布己 颁发了2023年度的丹增德烈忍波切勇气宣章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应邀向获奖者颁发宣章 由于获奖者身处西藏境内和中国监狱中 因此由西藏妇女协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代表 分别带领供布局和多杰扎西 荣获丹增德烈忍波切勇气宣章 据主办方介绍 多杰扎西因他的慈善活动 以其对西藏人民的支持和奉献而被授予该宣章 而他的姐姐公布己也因其坚定不移的为他的弟弟寻求正义而奋斗的勇气而获奖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于上周五7月14号 在嘎夏秘书处接见了来自欧美各国的50多名藏人学生 并展开了长达一小时的互动交流 其中一组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访问学生为暑假西藏学习项目的参与者 另一组是来自比利时周末藏鱼学校 正在达兰萨拉展开为期一周教育之旅的学生 另外由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雅的高级顾问 瑞安·费尔雷西及其他官员组成的代表团 与上周四7月13号 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郎杰取驻博士 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丹曲加措陪同夏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 并会见了副议长庄马次人和常务委员会成员 在访问期间 来访的美国代表团与副议长庄马次人和常务委员们 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话题并交换了意见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曾庄马 在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后 于本周一7月17号返回印度首都信德里 在访问日本期间 诺曾庄马部长在驻日本代表 慈王家部阿若亚博士的陪同夏 会见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 夏村博文及执行委员会成员 并与他们讨论了藏人行政中央 未来与该小组展开的各项活动的合作规划 部长感谢夏村博文主席和成员们 在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 对西藏人民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而与会的议员们也承诺将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 并高度赞扬和肯定 达来浪漫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愿景和目标 此外 诺曾庄马部长还访问了千业工业大学和利则大学 并且发表演讲 向两所大学的师生介绍西藏问题 以及感谢上述两所大学向流氓藏人青年提供的教育机会 并强调他们将在流氓藏人社区中引进日本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诺曾庄马部长还接受了日本共同通讯社的独家访问 并在新宿文化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超过11家日本主要媒体参加了发布会 诺曾庄马部长主要向媒体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 藏中和谈的进展和中国制藏政策等相关情况 他还为驻日本代表次王家部阿若亚博士撰写的 《驾驭龙》的读验日文版新书进行了首发节目 诺曾庄马部长还于7月15号 在驻日本代表次王家部阿若亚博士的配同下 出席了在东京大学举办的 第二届蒙藏文化和宗教研讨会 继1913年蒙藏条约签订110周年纪念活动 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 超过15名西藏蒙古和日本的学者至此即发表论文 多名蒙藏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的光传美 与上周二7月11号举办了一场有关达雷朗蒙尔的遗产和西藏未来地位为题的视讯研讨会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兼参 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刺诚加措 驻坎佩拉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出席了会议 出席视讯会议的其他嘉宾还包括北京之川的主编胡平 中国民运人士盛雪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李友谭教授 和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毅教授 与会的华人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声明 高度赞扬了达拉喇嘛尊者的慈悲和利他理念 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 同时表示希望尽快解决藏中冲突 此外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藏人协会 和当地藏人志愿宣传小组成员 于本月一号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金士利尔女士 向她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 并呼吁她支持美国国会两党提出的西藏法案顺利通过 与此同时藏人警政中央驻布洛西尔代表人增曲真更康 与近日前往比利市佛罗伦斯隆瓦市达摩城 参加江阳洛培周末藏语学校的夏令营活动 并与该校的师生和家长进行了互动交流 今年的夏令营活动 由布鲁塞尔西藏文化中心 在比利市六个不同地区开办的周末藏语学校共同举办 该中心每年举办为期一周的夏令营 其中一天被定为父母节 今年共有120名7至15岁的学生参加夏令营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还有来自法国和德国的藏人学生参加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印度北部地区在过去两周内因持续降雨 导致喜马歇尔邦境内 特别是库努马那里的多个地区 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和洪灾频发 而印度首都新德里也因亚木纳和泛滥而引发了洪灾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在得知讯息后 与相关部门讨论 立即分别播发了救援物资 到目前为止 在印度各邦境内的藏人定居点 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发生 但有部分房屋因洪灾倒塌的事件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